一班先言献上一生 建造了今天的香港社会 福音善区 德兰宁修女 在1930年3月31日 生于柳若 1952年 随得社会学 和经济学的学位之后 进入马尼诺修会 他在1955年 在纽约法园 随即派到香港服务 1961年 在香港法荣园 德兰宁修女 首个传教人名 就是到香港 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 他任教在马尼诺修院学校 八年后 到香港中文大学 社会学系 以及教育系研究院工作 他自1974年起 任教圣神修院 并为香港教区 协会协会的罗马天主教会 协会协会的罗马天主教会顾问 透过演讲 透过演讲促进教会的合一使命 透过演讲促进教会的合一使命 九十年代 德兰宁修女 参加了天主教与南方浸讯会的对话 2001年 德兰宁修女 担任天主教神学联盟 全球事工的主管 期间 他参与天主教徒 和基督教 令恩派在内的 全国性组织的讨论 促成了 美国基督教会连线 组织包括 决东正教 主流基督教 天主教 灵恩派 非裔人士教会 德兰宁修女 对教会大功合一的贡献良多 获教会和国际的肯定 1989年 获攀寿 荣誉人民文学博士 表彰 他对教会的普世使命 和大功运动所作的贡献 2000年 获得美国全国教区 合一办公室 颁发肺资结罗奖 2007年 方济各 翘治书基 授予他 芝加哥总教区 勋章 表扬他对基督教合一的重大贡献 特兰宁修女 和家人 香港学生 以及世界各地的朋友 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 深受 玛丽洛姐妹的 欣赔和外大 他在2022年 4月28日 在美国加州的 玛丽洛修女 护理院 安息主怀 享年 92岁 玛丽洛修女 玛丽洛修女